大家經常聽聯儲局說短暫的 過了之後就沒有了 因為聯儲局是貨幣政策的一個 叫做制策的執行人 和他的大佬 所以他的焦點很多時候 就會落在貨幣政策金融市場那裡 但是這次疫情 就跟08年金融開場最大的分別就是 那次因為大家都知道是次貸 金融資產爆破 政府要醫治這個傷口 這裡受了傷就折下去不斷醫治 這次的疫情 除了金融市場也受到影響 不過實體經濟受的重創更加厲害 因為零售餐飲旅遊 封城旅遊停頓 所有東西其實對於實體經濟的影響 遠遠比金融資產市場大 那在這部份裏面 政府不可以只用貨幣政策 財政政策 是的 它用財政政策 拜登 那誰負責付錢進去呢 財政部 那這些錢怎樣出呢 就不是說 那又降低息口 又再印銀子 他都有做 不過這些呢 幫不了這班人 即是你沒有一份工 那你政府印多點錢 都來不了我的銀包那邊 那我去哪裡求助呢 直接派錢給你 那所以大家看到呢 就是這個美國政府那個 所謂叫做一萬九千億刺激方案也好 或者在去年特朗普 還沒下台之前呢 所出台的刺激經濟方案呢 都是透過財政部 資助這些叫做失業人士 或者叫做社會上面 有需要的一些企業 或者個體戶呢 那都是給錢他們的 給錢他們的 給錢他們買食物 給錢交租 或者是緩減他們的稅務 那這些錢呢 直接就在每一個家庭 每一個個人 那個私人的銀包 或者帳戶上面 反映了出來 那現在你看到呢 那這些錢就落在他們那裡了 那也都加上這個疫情影 那他們要用啦 你要交租 買食物啦 那短時間之內 那個需求會維持 或者叫做增加了 但是同一時間 疫情又令到工廠 可能那些人不能上班 停頓 那這些可能飛機又少了 那如果你有些貨物 急需空運的 那你覺得那個成本 是便宜了還是貴了 貴了 一定貴了 所以你看到 那波羅的海那個 乾貨運輸指數呢 去年2020年 在疫情時下 平均升五倍 是呀 懂得買航運股 是呀 玩這個通脹的股 是呀 只是今年年初到現在 都升了一倍 那所以那個 你看到那個 運輸成本的價格呢 在過去這十二個月 或者這年多 是飆升的 是很厲害的 Alan在我們看 究竟 應該在現在的大環境 因應通脹這兩個字 買些什麼 和沽些什麼之前 你可不可以定調一下 你覺得 其實這個通脹 會是短暫還是怎樣 因為聯儲局官員 就現在兩邊 camping 一邊是短暫的 會下降 去年低基數 但另一邊不是 他們覺得 可能要部署收水 令人覺得可能通脹 會持續地高過聯儲局 那個目標 兩個percent 都挺長的時間 你自己會覺得 我覺得 我不是太過相信聯儲局 為什麼呢 因為他是一個持份者 他是一個既得利益 就是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剛才說過 那個貨幣政策是他制定他執行的 那就是說 他現在其實這個 就好像交成績表 他已經和這個 金融市場資產價格掛了勾 就是他做得好不好 經濟如果萬一有什麼風吹草動 有什麼倒塌 如果股市又倒塌 資產價格倒塌 那他將成績表就黑了 所以他是有一個叫做 誘因 他經常都會 看著市場做事 看著市場做事 安撫大家情緒 不要太過激動 給我一些時間 我會慢慢做 他是希望做這個 不過呢 這一次那個通脹那個成因 我看兩方面 一就是說 我自己相信 傳統經濟學所說的 你那個貨幣供應猛增 而你的商品 或者消費 跟不上去 那這個就可能 就說 你會令到你 有一段時間之內 你的通脹顯現不了出去 因為消費追不上去 但是這次疫情 是令你消耗了 之前所有的infantry 跟著 你的工廠的生產值 又可能因為疫情影響 工人上不到班 又要骨骷空 跟著 有些某些城市封了 你會停頓了 OK 所以你的生產成本 肯定是會上升的 第二件事就是 過去 就是剛才說過 2008年金融海嘯 到現在這十年 這麼大量的錢都沒有通脹 我就不覺得 這個情景可以長時間維持下去 只要那個情況一逆轉的時候 這個通脹那個 因為你壓得它太厲害 這個理論上 就好像大家有沒有去游泳 如果你在游泳的時候 你拿一個籃球 將它按到水面那裡 按住它 它就會浮彈 你一鬆手它就會飛升上來 這就是現在的情況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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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